大家好 黑法师夏季会进入休眠的状态是很多话语都知道的 那么我们一般呢在进入夏季之后很多话语会把这个黑法师 把它移入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给它断肥控水甚至是断水处理 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些话语会发现有一部分的这个黑法师 它的叶片啊消耗的特别严重 然后叶片呢基本上都要掉光光甚至是掉成一根光杆的 那么其实啊这是因为你的黑法师它还没有进入休眠期 它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生长的情况 它正常生长你又给它断水断肥了 它没有水分和营养来促进它生长 它就会消耗自身植株体内的这个叶片 导致它的叶片的大量的脱落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你的这个多肉黑法师 到底有没有进入休眠状态呢 一般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把这个黑法师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呢给它进行这个控水断肥甚至是断水的处理了 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观察你这个黑法师的状态了 如果黑法师掉液非常的严重 那么就说明它还是处于生长的状态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它虽然有这个消耗叶片的情况 但是呢不是很多就像我这种啊 底部呢可能会消耗一点叶片 但是呢不是非常多 那么这就是说明呢它是处于休眠状态 因为休眠期的这个多肉呢它对水肥的需求呢大大的降低了 它植株虽然会耗损一部分的这个叶片 但是呢不会非常的严重 如果耗损的非常严重就是因为它还没有进入休眠期 我们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马上给它浇水浇透水 然后保证环境的通风 然后呢不能够强光照射 最后的话呢还要适当的给它补点肥 因为它这是生长期 生长期你不给它补肥 它就会影响生长 我们补肥的话呢不建议大家用水肥了 我们可以用这种缓释肥 啥一点在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你的这个黑法师的话呢 还是能够顺利的生长的 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黑法师 在这个时候都会进入休眠状态 我们就要学会判断它叶片消耗的程度 来判断它到底有没有休眠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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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